白萝卜这样吃堪比披霜,不得不防 1.萝卜加酸性水果 很多人在喝完萝卜汤以后会顺便吃个水果 其实,萝卜不可以和苹果、葡萄和橘子等酸性水果一同食用 因为萝卜在使用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抗甲状腺的物质硫禽酸 而水果中的类黄酮在肠道中分解后会转化成另一种物质 这种物质和硫禽酸的作用正好是相克的 因此,我们在吃完萝卜以后千万不要立刻吃酸性的水果 否则会引起甲状腺肿大 同时也会让人们的肠胃感到非常不舒适 2.白萝卜加胡萝卜 萝卜的种类有很多 胡萝卜和白萝卜都算是萝卜的一种 但是两者不可以同时食用 因为白萝卜和胡萝卜一同食用 会影响人体对两种蔬菜营养物质的吸收 白萝卜的维生素C含量很高 但是和胡萝卜一同食用 会降低维生素C的含量 为什么白萝卜和胡萝卜一同食用 会降低白萝卜中维生素C的含量呢? 因为胡萝卜中含有一种叫做抗坏血酸的解胶素 这种物质会破坏白萝卜中的维生素C 所以我们在吃白萝卜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吃胡萝卜了 三、萝卜加人参 民间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萝卜塞人参在一定程度上 萝卜的滋补效果一点都不逊色于人参 但是我们在吃萝卜的时候 千万不要再吃人参了 也不要将人参和萝卜一同煮汤喝 因为萝卜属于含性食物 而人参属于热性的药材 两者同吃就不会有任何的滋补效果 同时还会让我们的肠胃功能受到一定的损害 四、白萝卜加黑木耳 好多人爱吃木耳 因为木耳是素中之肉 有些人爱吃白萝卜 因为白萝卜可以顺气去火 但殊不知二者是不可以同时的 同时的话极易引发过敏导致皮炎 当然 我们不要被白萝卜的禁忌吓住 从古时期就有这样的说法 萝卜上市 郎中下市 可见白萝卜从古到今都被人们推崇 是一种具有保健功效的食品 白萝卜能提高人体免疫力 对抗癌有一定好处 还能提供给人体所必须的维生素 经常吃白萝卜 还能降三高 防感冒 用最简单的养生方式 获得最大的回报 白萝卜的益处 俗话说 东吃萝卜下吃浆 不用医生开药方 这里的萝卜 常指的是白萝卜 白萝卜是一位营养价值非常高 且十分清明的健康食材 在民间更有小人参的美誉 随着天气转凉 多吃点萝卜 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极有好处 都说萝卜是冬天的宝 中国民间也有十月萝卜赛人参的说法 意思是说 在农历十月吃萝卜 有如吃人参一样受益 医药学家李时珍 曾这样赞赏过 萝卜可生可熟 可醋可酱可犯 是书中知最有利益者 白萝卜除了是人们喜欢食用的大众化蔬菜外 它的药用价值更令人刮目相看 白萝卜的药用价值 一 白萝卜可防止消化到疾病 食肌腹胀 消化不良 为那欠佳 可以生导致饮用 恶心呕吐 饭吐酸水 慢性利己 均可切碎蜜间 细细嚼咽 便秘可以主食 口腔溃疡 可以导致漱口 二 白萝卜对呼吸系统的作用 咳嗽 咳痰 最好切碎蜜间 细细嚼咽 咽喉盐 扁桃体盐 声音嘶哑 食音 可以导致与僵肢同服 鼻出血 可以生导致少许热服 也可以导致低鼻 咳血与羊肉 寄予同煮熟食 预防感冒可煮食 三 白萝卜对泌尿系统的功效 各种泌尿细节食 排尿不畅 可用支切片蜜酒口服 各种服种 可用萝卜与敷小麦煎汤服用 四 白萝卜的其他功效 美容可煮食 脚气病煎汤外吸解毒 或煤气中毒可用之 或夜间汤饮之 通力关节可煮用 萝卜是中国古老的蔬菜之一 古时候称为仙人骨 具有消渴 散淤血 降血压 消极化痰的功效 萝卜可不光只有果肉可以吃 其他部位也有隐藏好处 萝卜全身可都是宝 一 萝卜液 性胃腥 苦 平 功效铜萝卜 克制晚腹皮闷 及时不消 痰多 乳汁不通等症 二 萝卜籽 具有抗真菌和干扰 甲状腺素合成的作用 三 萝卜皮 可治疗大肠便血 止头疼 四 萝卜老根 经晒干成 入药铜萝卜 可力水 用于浮肿等症 白萝卜性凉 胃肝 具有清热生精 下气宽中 开胃健脾 顺气化痰之功效 白萝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微量元素 可帮助机体增强免疫力 白萝卜有增进食欲 帮助消化 止咳化痰 除造生精的作用 还有抗病毒 预防癌症的作用 体质较为虚弱的孩子和老人 很容易着凉感冒 吃白萝卜正好 不仅可以补充水分 还能促进食欲 帮助消化 对胃碗胀满 咳嗽多痰 胸闷气喘 和伤风感冒等疾病 有改善功效 白萝卜入肺 肺五行属精 硬冬剂 可以加强肺的速降功能 既止咳 又促大肠运动 因为肺与大肠相表里 既然萝卜全身都是宝 如果不误尽其用 实在太浪费 应该怎么吃最正确 萝卜这几种吃法最养人 一 白萝卜加梨 把去皮的白萝卜片 和不去皮的梨块 置于锅里 加入适量清水和冰糖 炖煮20分钟 取汤饮用即可 萝卜雪梨冰糖水 可起到润肺 清热 化痰的作用 里有润肺良心 萧痰去火的功效 跟白萝卜一起煮着喝 不仅能掩盖白萝卜的辛辣味 还可以 让食疗功效加倍 冬季脾胃胃不好的人 如果不能喝太凉的果汁 完全可以将二者一起煮水 当日常的饮料喝 二 白萝卜加葱 冬季是风寒感冒多发的时节 感染风寒后 人会怕冷怕风 出汗少 鼻塞流涕 咳嗽有痰 此时因吃些让人发热的食物 把葱段 姜片和白萝卜片一起煮汤 有散含止咳的功效 三 白萝卜加海带 海带和紫菜含点丰富 白萝卜和海带一起煮汤 有化痰消肿的功效 对预防甲状腺肿大 有一定功效 四 白萝卜加羊肉 秋冬季吃羊肉 可驱散寒冷 温暖腥味 还能补气一血 滋养肝脏 改善血液循环 但肉生痰 羊肉吃多了容易上火 如果和有清凉作用的白萝卜 一起炖着吃 不仅化痰泄火 而且还能解油腻 让营养护 五 白萝卜加鲫鱼 鲫鱼和白萝卜一起烹调 不仅可以化痰止咳 开胃消食 消脂瘦身 还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 六 白萝卜加蜂蜜 取用鲜萝卜汁300毫升 加入30毫升蜂蜜 加温开水调匀浮汁 每次浮100毫升 每日三次 具有润肺定喘之功能 每次喉咙疼痛的时候 也可以喝一点 疼痛会得到一定的缓解 也可用于急性哮喘之痰 多年稠 以及咳痰不爽者 七 白萝卜加甘蔗 榨仙萝卜汁100毫升 加入甘蔗汁100毫升 调匀后用温开水冲浮 每日两到三次能起到消炎解毒的作用 对制扁淘体炎有很好的疗效 八 白萝卜加红糖 取用鲜萝卜汁150毫升 加入红糖50克调匀 加温开水调匀浮汁 每次100毫升 每日两次 具有清热降压之效 对于制高血压引发的头晕 有很好的疗效 九 白萝卜加冰糖 取霜后萝卜适量 捣碎后取汁 加少许冰糖炖后温服 每日二次 每次60毫升 此方适应于因肺热引发的咳嗽 比较适合家里的小孩子 但含量体质者要少喝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看完之后 你有什么感受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